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个区域 你看 第一个区域 Y1 Mu1 Sigma1 第二个区域 Y2 Mu2 Sigma2 两个区域 好 这个是它的界面 假定这个界面 我们先画一个平面 它是垂直入色 垂直入色 第一区 第一区 它的路射 行进坡的路射方向 你看 它这个坡的行进方向 这个是电场 那H场是什么方向 这个地方 打叉的 打点的 就是出荧幕的 出荧幕的方向 然后它到了这里以后 它就要分成两个坡 一个坡是穿射 一个坡是反射 反射坡方向朝这里 反向坡的方向朝这里 那么 假定 现在我们不晓得反射以后 电场是怎么样了 现在不知道了 我们假定 这个反射坡 还是这个样子的 还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负的 这是负的 反射坡 那么朝这个方向 那么H场就应该打什么 打X的 这是我们 先画出来 你还不知道 它这个真正的方向 但是等到你求出 它真正的方向 比如说 这个方向跟你假设的一样 那这个也一样 如果求出来的这个值 是正的 就表示跟你假设的一样 如果求出来这个值是负的呢 那就表示 实际上的反射坡 电场是朝下 那它朝下呢 H场又变了 对不对 H在方向就要跟那变 那注意啊 这是我们先假设 好 我们也可以假设 行径坡在第二个界值 方向这个方向 电场这个方向 那H场也是出 出这个荧幕的 OK 这都是假设 真正怎么样 看求出来这个值是怎么样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所采取的步骤还是一样 先假定 入射坡 你总要是以支嘛 对不对 以支入射坡 好 假定入射坡是这个样子的 电场是这样子的 你看 X是 X方向 那这个就是 Y方向 出黑板面的 OK 被H1来出 H1呢就是 第一个界值的 固有阻抗 H1等于什么 可以更号什么 Mu1 over Y1 对不对 空气里面是什么 更号 Mu0 over Y0 那它现在是 是这个东西 Mu1 over Y1 你都要 这个要 要做熟了 很快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 然后我们 入射坡的 电场 跟入射坡的 H场 假定这个 已支 那这个也是已支 这个也已支 好 这是已支 那现在反射坡 我们就要假设 假设 你不知道 知道就不要求了 这是不知道 好 那我们就看 这个 EX1 就是说 这个坡还是 X方向 Xpolarized 我们还是 假正朝这里 OK One就是代表 第一个界值 负号呢 是代表它 往负的X方向 往负的X方向 传播 我这个是不是写错了 X 看看 Z等于0 OK 这是Z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Z 这个是Z方向 这个X比 把它改一下 这是Z的方向 OK Z的方向 这是Z等于0 那么我们就看 它是有正伏 然后呢 这个反射 就是写正的 那这里啊 我们现在不再用这个Beta 而是用什么 Gamma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它 有Sigma 它有导电的成分在里面 导电材料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用Gamma 用Gamma 好 这个是 这是负GammaZ 负Gamma1Z 这就是正Gamma1Z 这是正Gamma1Z 好 我们假设 穿色波 这是 现在是 这个不知道啊 这个大小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啊 方向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么 穿色波呢 朝正方向 它的 穿色波一定是正方向的 它在第二个戒指 第二个戒指 那这个地方呢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朝正G的方向传播 所以这是负的 这里用Gamma2 因为它是在第二个戒指 第二个戒指 OK 好 那这个 就是被 这个被 ETA2 来除而已 被ETA2 来除而已 好 那么 这个 这都是假设 这个里头 这一项不知道 穿色波里面 EO2 Plus 不知道 OK 所以一共有几个位置数啊 两个位置数 一个是 EO2Plus 一个是 EO1Minus 不知道 那你要怎么求 这两个要怎么求 我们用 边界条件 对不对 好 用边界条件来求 那有边界条件 你要怎么求呢 那就是要 总波 它不是用这个 入色波 入色波跟反色波 要加起来 总波 要先求出来 这是电场的总波 入色波 加反色波 H厂的 入色波 加反色波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戒指的总波 就是 它只有一个方向 因为第二个戒指 在界面以后 就没有界面了 这波一去不回来 所以 就是 就是它本身 EO本身 好 边界条件 我们现在用什么边界条件 比如说用电场 电场的边界条件 就是总电场 第一区的总电场 跟第二区的总电场 在界面的地方 它的切线方向 要相连续 切线方向 X是什么方向 Z是行进方向 X是切线方向 对不对 切线方向 相连续 好 但是你这个 只有一个方程 是 一个方程 是 你只能求 一个未知数 我们现在有 两个未知数 你怎么办 我们就用 这个 H厂 H厂的 切线分量 是怎么样 H厂的切线 我这个是写 相连续 但是H厂的 切线分量 不是相连续 要看是有条件 它的条件是什么 Lemina F 就是这个表面上面 这个界面上面 它的表面电荷密度 要等于零 它才会连续 表面电荷密度 要等于零 才会连续 那现在这个Y方向 就是切线方向 我们只能用这个 H厂 没有什么 垂直分量 只有切线分量 好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等于零呢 你怎么知道 这个等于零呢 这个要注意 这个要注意 就是说 我们现在 看的 界面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个电磁波 这也是在一个 耗损界质中行进 这个也是在 耗损界质中行进 如果电磁波 是在耗损界质中行进的话呢 它的电厂 可以在这个 界质里面生存 不过它是会 逐渐的衰竭 好 你这个界质里面 有电厂的话 根据欧姆定律 它就有什么 current density 这current density 是什么 是J 是J OK J是什么单位 电流密度是什么单位 Ampere per per meter square 单位面积 有多少Ampere 好 比如说这里有电厂 好 那这里也可能有这个 电流密度 这电流密度呢 它的 也是位置的函数 也是时间的函数 这个也有 那就说 这个导体里头 都有电流密度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无所谓什么表面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的单位是什么 Ampere per meter per meter啊 你既然 这整个导体都有电流 这个都有电流密度 这个都有电流密度 那我们就说 它没有什么 只在表面上传播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它的表面电荷密度啊 等于零 那如果像我们上一次讲的 这一边是理想导体 这一边是 理想的界电值的话 那这里头不可能有 Current 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Current 为什么没有Current 理想界电值 可不可能有Current 不可能有Current啊 所以也没有Current 没有密度 但是这个地方会有 表面电流密度 我们求的 我们讲这个 就说 像这个 你电场到这里 它还有H场 对不对 它电场相反 它还有H场 这里就没有H场了 那H场不相连续 那就表示什么意思啊 这个界面一定有 表面电流密度 对不对 所以 如果这是理想导体的话 这里头没有 根本就没有这个电流密度 这里也没有电流密度 那这个表面就有 表面电流密度 OK 那现在我们 就是说 因为这个情况 两边都是耗损界电值 都可能有电场 都可能有电流密度 那因此它就 没有表面电流密度 这个等于零 因此 磁场 在界面的地方 它的切线分量要相连续 好 去用这两个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你把这个 条件用上来 入射的电场 总电场 这个是什么 穿射的总电场 在 Z等于零之处相等 那这些 那 exponential相都变成1了 那就是 EO1plus 加EO1 minus 要等EO2plus OK 好 那么 再来 就带这个进去 H场 的第一区的 总H场 第二区的总H场 在 Z等于零的地方 要 相等 相等 那这个 Z等于零 就是E了 所以就变成这个 好 我们就有两个 式子 两个式子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是已知 这个是已知 这个是未知 这个是未知 那我们就把 未知 数 先用 以知 数来 比较 式 比如说我们把第一个式子 写成 EO1 minus EO2plus 等于负的这个 把以知 数写在等号的右边 未知 数写在等号的左边 这个呢 也是一样 你把它 掉一掉 OK 把这个 已知数 写在这个 右边 然后就解这 两个方程式 解这两个方程式 连立方程 解出来就是这个 EO1 minus 反射坡 是等于 这个是入射坡 已知 它的系数是 Eta2 minus Eta1 over Eta2 plus Eta1 这个要记住 这要记住 记住不是叫你们去陪他 你要多做题目 做一遍 第一遍我不知道 我看书 第二遍 可能还不清楚 再看书 你做个四遍 五遍以后 自然就记住了 这不用看书 就知道是这个东西了 EO2 就是EO1 plus 乘上2 Eta2 over Eta2 plus Eta1 这样子的 这两个 就求出来了 这个求出来以后 你这个式子 通通知道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定义 一下 有两个定义 这很重要的定义 就是 一个反射坡的正符 被入射坡的正符 来除 就表示说 这个反射坡的正符 是入射坡正符的 几层 几分之几 这个叫什么 叫做反射系数 Coefficient of reflection 那么根据前面这个式子 本来是这个 存在这边 把它拿过来 就变成这个 Eta2 那记住 这个定义 然后 Tal 就当作是一个 定义就是 Eo2 plus 穿射坡的正符 被入射坡的正符 来除 那就是 穿射坡的正符 是占入射坡的几分之几 那这两个加强 应该是E了 好 那就变成这个 因为你看 这个都是复数 我们刚刚用的是什么 好准戒指 所以是复数 Ata是复数 那 这两个也是复数 如果你这个两个戒指 都是理想的戒电值 即使你这么算 它还是实数 对不对 那这边也是实数 这个叫做穿射技术 Cuefficient of Transmission 那么Tal跟Gamma 有这个关系 E加Gamma 要等于Tal E加Gamma等于Tal 通常这个Gamma就知道 是负的 那么 E减到它等于Tal 是这样 好 那么 我们上面求的到底 对还是不对 有时候我们发展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都是由旧的东西 改良以后来发展 通常都是这样的 很少说 我这个新东西 跟旧东西 毫无关系 那就是石头缝里都蹦出来的 这个通常都行不通 都是旧的 你要创新 你旧东西一定要很熟悉 你对旧的东西要很熟悉 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受什么限制 那么才不会有这个 你所要的这个状况 我现在要 要产生一个新的状况 那么 要怎么样子去 修改 好 既然这个是从 我们 这个都是跟以前那套完全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们以前讲过什么 坡 在自由空间 在这个无限大的空间传播 那个时候有没有反射 没有反射 只有穿射 还有一个 还有我们讲过什么呢 坡 垂直入射于理想的界定值 理想的导体平面 那个时候没有穿射 只有反射 而我们现在呢 两个界值 既不是无限大 又不是完全的反射 所以我们有穿射 有反射 假如我们把 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稍微改一下 就说我们假设两个是什么 两个是 耗损界电值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看 假如 区域二是理想导体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状况 区域二是理想导体的话 那这个结果变成什么样子 那应该也可以用啊 他也可以用的理想导体啊 正式于理想导体 如果是理想导体的话 是什么 sigma二等于无限大 sigma二等于无限大 那他就是没有 ETA2 里头不可能有 ETA2 没有ETA2的话呢 那我们看看 这个式子里头 ETA2等于0 那就是 负ETA1 over 正ETA1 等于负1 所以 γ是负1 那么 这个时候的EO1呢 就等于E EO1 minus 这个等于1 等于1的话 就是这个等于1 那EO1 minus 等于EO1 plus 那 看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是0 这个0的话 那整个都是0了 因为他分母有一个不是0了 那就表示呢 这个是0的话 那EO2也是0 EO2 plus也是0 所以你去看他 理想导体平面的时候 他没有穿射 他是怎么样 完全反射 对不对 完全反射 所以 他可以用在 对 理想导体 正向理想导体平面 的反射 好 那么再看 所以电子波完全反射 而无穿射 如同正向入射 与理想导体平面一样 就是证明说 这个可以适用在 我们前面的这一个状况 好 再来 我们就看这个 另外一个 如果第二区的 波的固有主抗 两个区的固有主抗 波的固有主抗 相等 就是ETA1 等于ETA2 相等的话 好 这两个相等 那这个 就等于0啊 伽玛等于0 伽玛等于0的话呢 那就是 EO1 minus等于EO1 plus 不是 这等于EO1 minus等于0了 没有反射 那这个呢 这两个相等 那这个 就变成1了 那就是EO2 plus 要等于EO1 minus EO1 plus 那就等于 穿射波 就等于入射波 穿射波的正幅 就是入射波的正幅 那么反射波的正幅 等于0 那就表示说 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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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波呢 没有反射 只有穿射 什么时候没有反射 只有穿射啊 波在无限大的 单一介质里面 传波 就是这样子 你两个 两个介质的特性都一样 ETA都一样 那就表示你这个两个介质 其实就是同一个介质嘛 OK 那于是 我们就知道 电磁波 完全反射 而无穿射 就如同电磁波 在同一种介质中 传播的一样 所以 你新发展出来的 这个诗子 可以解释我们前面的 两种状况 因此就是正确的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如果 区域一跟区域二 切是理想界电子 有以下的关系 理想界电子 那就是变成什么 这个都是时速 就变成时速了 好 那 N温 N温是 叫做折射率 Index of Reflection 介质的折射率 它的 它的这个定义就是 光 在真空中行进的速度 比上光 在该界质里面 行进的 Face Velocity Face Velocity 好 那么 这两个比出来 就变成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个 C等于什么 Mu0 Y0 开根号分之一 对不对 那 Face Velocity 1 它是根号 Mu1 Y1 开根号 分之一 那就是 其实呢 那就等于 分子 是Mu1 Y1 分母是Mu0 Y0 那Mu1 就等于Mu0 一般 非磁性物质 它Mu都相等的 那Y1 是等于 Y0 乘上Y1 Y1 所以 Y0 约掉了 所以就剩下这个 这个关系要记住 以后我们 有时候 ETA上面 等等我们就看到 会用各种方式来表示 ETA2 和N2 就是这个 你记得 N1 正比于 根号 Y1 N2 正比于 根号 Y2 Y2 然后 Face Velocity 它是等于 频率 层上 波长 波长 这个 Wine就是代表 第一个戒指里头的 波长 那它就等于 我们从这里 就知道 Face Velocity Face Velocity 它是等于C over N1 那Face Velocity 2 第二个戒指 Face Velocity 等于F乘上 N2 这里就有这个关系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说 一个波 在 由一个戒指 穿射到 另外一个戒指 的时候 它 振幅会改变 波长会改变 但是它什么东西不改变 频率不改变 你振动多少次 就是多少次 你在戒指1里头 频率是多少 戒指2的频率 也是多少 OK 好 那么 所以 这两个 Liminal1跟Liminal2 都相等 相等 所以呢 我们从这里就知道 N1乘Liminal1 就要等于N2乘Liminal2 你这个F出过来 那就是相等 N1Liminal1 等于N2Liminal2 于是 我们的 H2 OVERH1 就可以写成 你看 H2H1 就可以用这个笔 对不对 那也可以用N1 比上N2 N1比上N2 那么 你从这个Liminal1 就是说你从这些 这个笔值 N1比上N1 Y1比上Y2 那就等于N1比N2 从这里可以 这里 这是N2 我写错了 这是N2 我怎么老是会写错东西 各位改一下 这是N2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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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又等于Liminal2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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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以后你要求这个的时候 或者求这个 反射系数跟穿射系数 要用到Ε的时候 你就记得Ε可能会 用这些关系来表示 那意思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 本来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改成 这个 你看 Ε1 跟Ε1 的平方根 成反比 所以 这个减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两个 1、2 交换 然后 我们这个里头 通通把Ε0 消掉 就变成ΕR 这就用戒电值 戒电常数 这里是用戒电常数 来表示 那么戒电常数 又跟N1 N2 成正比 这个平方根 所以又可以写成这样子 所以说以后 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表示 你知道它的 你求反射系数 如果你知道它的固有阻抗 你用这个表示 你如果知道它的戒电常数 你就用这个来求 如果你知道这个戒指的折射率 你就用这个来求 那么 Tor也是一样 所以 这个关系 你也要 常常用它 常常用它 你就会 记得住 好 我们 这里就是介绍 这个 反射系数 跟穿射系数 好 再来 好 由以上的结果得知 两个理想界电子的反射于穿射由以下的现象 好 上面求出来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 好 那现在我们来 讨论一下 如果 Epsilon 2 大于Epsilon 1的话 这里 我们要回到前面来看 好 Epsilon 2 大于Epsilon 1 那 伽玛是什么 伽玛是什么指 负值 对不对 是不是负值 伽玛是负值 这个一定是正的 好 那 伽玛是负值 那么 伽玛的绝对值 小于1 因为分母有相解 分子是相解 分母是相加 所以它的 大小是分数 所以绝对值是小于1 这就表示什么 表示反射波 与入射波的相差 是π 它的相差 相差 这个是 这个就是负值 就是说 入射波是 1是向上的时候 反射波的1是向下 所以相差是π 那么 那么 ton呢 也小于1 ton也小于1 那么 川射波 它的值 也小于1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川射波 你看 Epsilon 2 大于Epsilon 1 这个大于它的话 那这个是两倍的这个 所以分母比分子大 因此它也是小于1 所以川射波的正伏 要小于入射波 那Lemina 2 小于Lemina 1 Lemina 2 小于Lemina 1 这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看 它的波长 波长 你看 这个比它大 对不对 这个比它大 就表示Lemina 2 要大于Lemina 1 Lemina 2 小于Lemina 1 我看看 这个是Lemina 2 这个是Lemina 2 大于Lemina 1 Lemina 2 这个分母大 这个分母大 这个分母也大 所以Lemina 2 小于Lemina 1 没错 没错 所以它有这些特性 这些特性 OK 好 Epsilon 2 小于Epsilon 1的时候 跟刚刚的分析一样 那 那 这个是正的 Gamma 是正的 你看 这个 这个比它大 那这个就是 正的 这个就是正的 OK 看看 Epsilon 2 小于Epsilon 1 这个是Epsilon 1 我们看另外一个式子 Epsilon 1 Epsilon 1 小于Epsilon 2 Epsilon 2 小于Epsilon 1 Epsilon 2 小于Epsilon 1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分数了 这个呢 Epsilon 2 小于Epsilon 1 那就两倍的这个 大于这个 所以这个 Tor呢 Tor大于E Gamma是小于E 因为它分母啊 这个地方 是个分数嘛 这是个 绝对值 小于E 因为这里一定是个 分数嘛 分子是 小于分母 是个分数 那么 那么这就表示 它是正值 就表示 穿射波 反射波 与入射波 这是反射 反射波跟入射波的相位相同 EIR EIR是正 EOI是正 EOR也是正 它是负 它也是负的 那么 Lemina 2 就大于Lemina 1 这个时候 穿射波的波长呢 就大于 入射波的波长 以上就是我们 分析 分析 Tor跟这个 Gamma 接下来就是 做一些